现在回望中国战争航天技术的闯关升级之路 可以说前20年是扎实夯金类式 那么后10年就是全力加速冲刺了 特别是2020年的5月 长征5号币首飞成功 到2022年底神舟15号飞天 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 通过密集执行的12次飞行任务 全面建成了中国空间站 作为其中的一份子 我倍感荣幸和自豪